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台湾外汇这一题好了 那那个Google这一题的话也许再看看 因为背后它有个JavaScript 可能就是防止你去抓它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台湾外汇这个网站上面的东西 包含什么呢 我假如说最好是将来这个东西可以 直接就输出成一个CSV单好了 OK 所以之后的话我们目标是希望把它爬下来 然后放到一个CSV里面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你要爬一个网页之前 你可能要先抓到它的特征 那包含哪一些 像我要抓的是币别 币别底下这些东西 比如说美金港币一直到人民币 那这个当然你第一个 你要先按右键去检查一下它的特征 它有哪些特征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叫做DIV 这个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台湾外汇 它是把它放在一个DIV里面 然后呢 class里面就是这一个 它的名称呢就叫什么 hidden hidden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网页蛮特殊的哦 你们它好像把它缩小的时候 没有它只有现金 它如果再展开的话呢 它极其又出现了 也就是说这背后有一个java script 会造成说你资料你的宽度不一样 它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看它这个应该是主要针对就是 如果你比较窄可能是手机 它就是只有显示现金 但如果比较宽可能是网页 那这个可能你要因为这样关系 可能会有一些之后抓不到 如果你比较窄你可能极其的都抓不到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里面的这个 币别一个一个抓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抓什么 抓里面的现金 然后检查一下 那检查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哦 那个现金汇率比较美金好了 美金好像今天又有点涨上去一点点 大概都31块上下在波动 OK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分析它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TD OK 那在那个网页里面呢 储存格它一定是放在TD 那TD后面的话会有一个 我们要的资料应该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它的TEST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知道 后面它的CLASS是长 叫什么 叫RAN 什么Content Cache 一个什么Hidden 那你会发现下一个呢 下一个这个 这个的话呢 好像名称也会一模一样 所以这两个变成一样的名称 OK 所以那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怎么样两个名称 抓了说怎么刚好 它有点像 一列里面 这个是单独一个名称 那这两个又是一样的名称 这两个又一样的名称 那你变成说你要怎么刚刚好下载一个 然后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可能就不能说像之前一样 变成切成五个 它是什么三个 另外两个是要分开切 这就要想一个办法 把它资料 逐一逐一把它切开来 那再来的话呢 极其 极其的话 我们可以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的名称叫什么 有没有 它就叫SLIDE 所以它名称就是一个叫Cache Cache的话就现金买入卖出 那极其的话就叫SLIDE Size Size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好像就名称不一样 而且也是两个两个一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抓到这些资料 最后并且帮我输出 不过刚开始也许你先把它PIN的出来 最后再把它写出去变成一个CSV档 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观察一下 这个网站一下 待会再来看 那另外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上次有讲过说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右边这个区块 因为它层次嘛 感觉 因为我们怕说把它挤了 它又变成那个极其不见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三点这边可以 这边有三点边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叫Duck 把枕这边按下去 可以让它放到下面去 就比较不会说 因为你这样拉宽拉窄 而造成它画面的变动 OK 所以底下这个部分先稍微看一下 先把那个规则先理出来 所以第一个也许我们一样是先找把这个整个网页先用旅客先抓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再用Beautiful Ship去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先找到这个 所以把美金部分的也许就是先把它全部 这个美金叫做DIV 所以DIV里面的这个帮我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再下载这个 这个 ok 这个 ok 试一下那待会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台英外汇怎么下载 另外当然不只是只能下载台英外汇啦 其实如果要爬的话可能各大的那个银行的外汇网页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爬下来 另外的话甚至你可以做个比较 比如说你要买美金去哪一家银行买会是最划算的 ok 那这个当然你就是必须要去再去爬其他的那个银行的相关的画面了 ok 那不过这也一个练功的方式 这之前有同学就是真的把每一个网这个银行的那个外汇的网页 一个一个把它爬下来一个一个做比较 那最后比出哪一个去哪边买最划算的一个结果 ok 试一下喔 这个结果这边有一个看到的 最好是类似像在e-sale里面吧 所以最好就输出一个csv 或者最好干脆就输出一个e-sale档 是更方便的 人家一打开 点两下就可以直接开启那个 币别跟现金买进买入跟卖出了 然后机器也是买入跟卖出 所以呢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这个抓下来这些资料 那当然我先秀一下 最后执行的结果可以看到 那当然我这边有个标 这个上面的标题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所以其实这些资料未来也可以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一样 我们引用那个request跟那个beautifulsup 这个固定的 所以这两个等于是好par 这个好par 如果你要抓那个网络资料的话 第一个当然request 第二个就beautifulsup 那一样的话呢 把这个台银的网址把它放到这个get的后面 让他去抓 那可能要告诉他编码方式 我们里面是采的是UTF8 有的时候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网页到底是采取哪一种编码方式 有的时候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还是要看原始码 如果可能要看最上面按右键 我们看一下原始码一下 其实看最上面就知道了 这边通常呢 他会把那个他的编码方式会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那个head里面 有一个叫做第四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叫chartset UTF8 有没有 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下来的东西是乱码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编码方式 不过目前的话 大致上呢 也就是两种嘛 不就是UTF8 不然就是像big5 这两种方式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就那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incoding把它改成UTF8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 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要抓的话 就按右键检查 你会发现他有两个特征 一个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网页部分 我把这边点一下 这边这边可以看 游标放上去 他也会显示出来 按右键检查 那他出现说他的那个 那个HTML的标签是DIV 那他的那个什么呢 CSS的那个什么 CSS的这个这个Cars 这边叫什么 Hidden Foom 然后Prin Show OK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建议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点两下 这边可以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有点像填空题 你就把它填到哪里呢 第一个 我们一样 就是SP 这个都固定的写法 然后呢 我就先怎么样 先产生 这个我先注解掉 我们先去抓那个名称好了 那名称部分的话 我就 因为我抓的话 我可以用SP 点FindO 用FindO的方法 去找到什么DIV 然后后面的这一串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贴上就可以 Ctrl V贴上 我是建议用贴的 否则的话很容易出错 那再来的话 他会帮我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先Printer一下 Printer它 如果说这里面 假设Data 里面出来的是一个串列 而且是放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美元 画面上这边看到美元 因为下面这个港币 按右键检查 它也是一样的 DIV 这个Hidden Show 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特征 然后它会帮我把这里面的东西 帮我把它抓回来 不过好像前后是有空白还蛮多的 可能要把它Srip掉 OK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把它Printer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把这些 这个 把Data Name 先用Findall的方式找到 然后呢 再帮我怎么样 Printer出来 看一下 如果我可以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他就帮我把这些东西 全部找到了 但是你会发现 我只要里面的文字的话 那一样我们可以 点Test 有没有 里面的文字 其他东西我不要 OK 那你就点Test Printer一下 你会发现呢 他就会 他里面是一个串列 所以点Test 变成说你要抓哪一个 你别人 第一个的话 你要中瓜胡 零 然后里面的话 编号给他一下 如果要抓美金 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一个 这边后面 但是前后的话 有很多的空白 所以你一样 点Strip 把那个Strip去掉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美元的部分 OK 这样就OK了 那其他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 跑个回圈嘛 你可以用 for each的写法 把它 零 一直到最后一个 逐一逐一的 把它抓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名称 抓下来 那再来一样的方法 我们还有什么 现金的部分 所以现金的部分的话 我又取一个名称 叫DataOne 那一样用SP 去找一下 Find All 那它的标签 特别是 也是一样 这边的标签 选取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的标签叫TD 它的那个class叫这个 所以一样填空底 点两下 我是建议 你们以后可以 善用这个方法 按右键 复制一下 反正用贴的保证不会错 这个地方把它贴上去 我刚刚这边也用贴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把所有的现金 这个地方 现金的这个跟这个 但是它是两个 一个是买入 一个是卖出的价钱 那通通放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 我一样把它print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看到 它里面的价钱出来 所以是在DataOne里面 那一样是DataOne里面的test 不过一样是 假设我先抓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的话是中国阿湖 0 然后点 TST 把那个它里面的资料给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这一个 print这一个 它就是现在的话 AUS Dollar 现在的那个现金买入是30.66 OK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它如果现金卖出 它卖给你的话 它是卖多少呢 30.665 那卖给你是卖 哇 31.335 所以其实银行 赚这个也赚蛮大的 OK 所以其实像我出国的话 我为了避免就是 让银行赚我那么多费差 我的习惯是因为我会开个外币的户头 然后当低的时候 像我29点几我就买了 而且还买蛮多的 OK 所以我现在卖 而且好像才一两年前买的吧 光会差 我就应该赚了大概有六七%了 OK 所以其实 就是不过我都会看历史均价 像现在应该是高于历史均价 所以现在是不适合嘛 不重要 我们重要的是 重要是抓外汇啦 OK 而且像日币也是一样 我之前也是0.26左右的时候 就买了蛮多的 所以一定要先逢低买进 OK 不过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没有那个利息 放了都没有涨利息 反而你买外币的话 之前那个美元的外币 那个好像定存都有3点多% OK 所以我就买一些然后定存起来 然后等它涨上来之后 一起把它卖掉 OK 等到它又跌下来我再买 OK 好 所以利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几个东西可以抓下来 这个抓下来 这些都抓下来 这两个这两个都抓 这个也是一样同样的方法 但问题就是说最后比较麻烦是我要怎么刚刚好可以放到那个CSV里面 刚好是一个必别 然后两个 两个把它放好 这个其实比较麻烦一点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边这一题用Beautiful Sweep来抓其实还蛮容易的 比那个用刚刚讲的那个Re来抓 我觉得好像应该相对的简单 因为Re 那这边好像比较没有一个这个优势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抓下来就是一个必别 然后两个 两个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是一种更容易做的 但是其实不应该的 只有2个这样子的